问街M5到底是不是一台能打的车呢 网上都说它是靠华为的背鼠和站台 离开了华为什么也不是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今天就把我三个月来的实际驾驶体验和数据积累 跟大家得不得吧 分享一下我的纯个人主观感受 让您多一个视角更新一下对M5的认知和购买参考 大家好,我是一哥 今年借着春节的假期啊 我驱车1800公里 把公司这台市区性能版的M5开回了沈阳 这三个月刚好经历了东北的冬季和春季 高速与市区综合工况 所以以下的这些心得感受和驾驶数据绝对是最真实的 最客观的实测结果 不垂不黑 接下来各位客观就听我慢慢道来 先对这台车做一个整体的调性评价吧 M5这台车呢 整体感觉是一台倾向于驾驶性能的家用车 这一点跟理想截然相反 理想全系都是讲究称作体验的家用大型S9V 空间大 称作舒服 配置高 可以说是一台家具家电齐全的奶爸车 并且家庭成员大概率是大于或者等于四个人的这种家庭 比如二台家庭或者祖孙三代在一起生活的这种家庭属性 而M5更适合这种准奶爸或者独立的三口自家属性 偶尔还想尝试一下极加速带来的激情感 这点M5就能够满足你 因为这台车并不是很大 又是一台偏性能属性的跨界SUV造型 相比于理想又轻了200公斤左右的自重 再加上我这台M5是性能版 有双电机的四驱加持 无论起步加速还是中转加速都能够随叫随到 尤其起步加速那段 随眼调教的稍微还有那么一点点辞质 但比一般的3.0T的燃油车还是要快很多 真的是有点因车合一的感觉 反正自从有了它呀 我的油车基本它在车库里吃灰了 至于这台车的外形 我就简单一袋而过吧 不再做过多赘述 有人说它的外形设计 有点像这个保时捷的马看 说实话从这个后面和侧面看 还是有一点像的 但是这个前脸 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区分度 但是呢这个前脸也是争议最大的这么一个部分 说它模仿的不伦不类 这个就忍者见仁吧 反正我们工作室的小朋友都觉得它挺帅 但我是真心的希望我们国产新势力的品牌 能够有一些自己的品牌设计元素 将来也能有一些自己百年沉淀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简单的东瓶细臭 这一点我觉得未来就做得很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M5的内饰吧 来吧 注意进来吧 其实这套内饰简单来说 就算是中规总具 简单大方 除了一表盘这一块小屏外 中间只有一块15.6寸的车机系统大屏 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好几块电视什么的 其实对于这么大小的一台车而然 包括一表盘两块屏刚好过用 真皮座椅呢 打孔的部位都是那帕真皮 虽然说有点偏硬 但也还算及格 毕竟人家是有一点运动属性的嘛 一表台上面这些都是软硬的材料 门板内饰也是仿皮包裹 谈不上高级 但触感还是可以的 门窗开关和喇叭面板 有一定的设计元素和金属质感 华为的19升到大功率音响 也是很不错 这套系统虽然比不上丹拿 哈马卡顿 这些国际大牌的中高端产品 但跟他们的入门级产品相比 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毕竟华为在数字音响这方面 也是有些功底 前后牌共5个60瓦的充电口 再加上一个40瓦的无线充电板 可以说是相当的够用 这块一定要给个加分像 还有两个非常用心的设计要表扬一下 一个是这个小T型的方向盘 真皮包裹 握感非常舒服 但是偏偏在这个左下方和右下方这个位置 它设计成了扁圆形 这个设计就非常的陶巧 很适合单手驾驶状态下 这个手的握感和握直 再也就是前门窗这个对应后视镜这个位置 它预留了一个空调出风口 这样就避免了十多大的阴雨天 玻璃产生雾气而影响到后视镜的观看 就从这两个设计细节上 完全能看得出来 赛利斯确实是在很努力 很用心的想打造一台卖座的好车 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 但我们应该给它足够的信心来支持它 毕竟还有华为在后方的鼎力之次呢 2013新款自驾版已经上市 昨天在上海车展已经见到试车了 主要是针对自动驾驶这方面 它有了很大的提升 据说又是目前的天花板级别啊 我很是期待 都别说优点了 下面说几点设计上不足的地方吧 看看其他问题的车主 是否有过同样的感受 第一 前排座椅这个电加热覆盖面积 做得太精细了 前段圆弧这部分 大约15公分的长度没有覆盖到 这在我们北方的冬季就不太友好了 这个应该不是为了 降低一点成本的考虑吧 要么设计师就是个南方人 没有体验过北方寒冷的冬季 第二个呢 中间副手枪上盖设计 也不太符合这个引体工学 这个也是在杭州访问沈阳的 长途驾驶状态下才体验到的 我在高速上比较放松的时候 比较习惯右手单手驾驶 这个时候这个右手 刚刚搭载副手枪最前端 长时间就感觉特别的难受 当时我就在想 你要么设计成平的 你要么副手枪再往前长一点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细节还是细节 第三个呢 就是增程版的这两个背架上盖 确实有些多余 如果放了饮料之后 这个开启的上盖 就会让副驾成员的左胳膊肘 无处安放 非常的难受 前面这个单个的背座 又有些浪费 还是存电板的设计 更实用一些 两个充电板 两个背座 没有上盖 这样就很顺手 不过这个问题 已经在新款上解决了 看起来赛利斯的反应 还是挺快的 还有就是在新车过程中 如果雷达和摄像头 感知到危险情况 他就会选择主动刹车 这个刹车来的就特别的省硬 咯噔一下 你就感觉追尾了一样 建议厂家在下次OTA的时候 能够调整一下 最后再说一下 车顶这个硕大的天幕 看起来确实很爽 尤其在后排的感觉 但不知道炎炎夏日 是不是就会变成缺点了呢 其实设计上带电动支撑联的 就没有这个担忧了 建议是赛利斯的工程师们 在这几方面能够优化一下 倾听一下我们车主的声音 最后再说一说 网传问界这个胎噪 有点大这点 这个确实是事实 尤其是那种粗颗粒的摊扑路面 就像高速公路上行驶 你就非常有必要 通过开启音响 来弱化一下底盘 传来的声音 风噪也是有一点了 达到100麦以上 就会明显的传到车内 我也就是很纳闷 就这么一款外形流向感 非常强的车 风阻系数怎么还能达到0.32呢 但2.23款 增程版已经有所提升 据说降到了0.28 这就比较OK了 重点说一下 问界掩以为傲的 华煤红能智能座舱的 车机系统和全旅底盘吧 先看一看这个系统 自带的几辆高清照片吧 色泽厌厉 分辨度极高 滑动切换非常的顺滑 没有一点的辞职感 再有打开高队的地图 我们随意的拖拽 随意的放大缩小 特别的流畅 随便打开一个APP 随便打开一个APP 这种加载速度 你就说爽不爽吧 你也可以在华为应用商店里 随意下载你需要的APP 你完全可以把这一块 15.6寸的车机大屏 当成一块华为的Pi的 所有车机功能和第三盘的APP 操作起来都是非常的流畅顺滑 对得起行业天花板这一口碑 而且车机程序也设计的简单易懂 比如你要设计氛围灯 点击设置 灯光 然后自定义 还是每个个性选择 整个三级菜单 没有一点让你理解模糊的地方 非常容易上手 开车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 你也可以通过呼唤小意 来完成一般的操作 小一小一 我在 打开车窗三分之一 看看 小一小一 你好 打开座椅通风 打开座椅按摩 好嘞 正在打开主架座椅通风 正在打开主架座椅按摩 OK 都来了 小一小一 主架你好 打开哔哩哔哩 好的 OK 这些基本操作 小一都能零食物的帮你完成 还有未来整个华为 智能家居生态完善后 所有华为生态产品 都可以通过车机系统遥控操作 并且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打开我们手机上的视频APP 收看我们喜欢的娱乐节目 电影电视剧等等 而且无需单独购买车机上的应用会员 直接使用手机移动端会员扫码 即可免费观看 这些功能看起来都挺牛逼了是吧 还有更牛逼的呢 今年刚刚升级后的鸿蒙3车机系统 增加了一个手机车机无缝流转功能 比如我们在上车前 在用蓝牙耳机收听音乐呢 上车后就会制度切换到汽车影响中 真正体验到不中断的收听效果 还可以在保障安全驾驶的情况下 通过车机摄像头进行视频对话 非常的好玩 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问界M5的底盘悬挂系统 前悬挂是一套全铝合金的独立双插臂四两杆设计 而且这套双插臂还是双球结设计 再加上全铝的车轮支架 都连接在全铝的副车架上 后悬挂采用的是两根非常壮硕的IG型臂的后悬挂 同样也是配备了全铝四两杆及控制臂设计 整套悬挂系统搭配上华为的智能四驱扭矩分配系统 让这台车在暴力驾驶状态下 有着非常好的控制稳定力 并能很好地过滤掉日常细碎的颠簸和震动 经过大的颠簸起伏路面还是有一些多余的晃动 记得我在一次普通的国道测试当中 前方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废弃的铁轨交叉路面 刹车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索性在没有减速的状态下冲了过去 说实话当时是有一点心慌的 但这台车的表现确实惊到我了 它居然毫发无损 并且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并没有让我产生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如果当时是一辆普通的麦富逊悬挂 或者铸铁柴热的前置臂两杆 估计就会有所受伤 所以这一整套前后全铝悬挂系统 搭配在全铝合金的负车架上 组成了这套非常高级的底盘系统 才能够成就这台车一个非常优秀的行驶质感和稳定性 毫不夸张的说 目前市场上30万左右所有的新能源汽车 除了极客零零意外 能达到这种行驶质感的车也是数一数二 所以单就从M5这套底盘系统的设定 就能看到赛利斯对它的市场定位还是很高的 虽然它的外形设计有些模仿某某车的争议 但就底盘设计及用料这一块 做的还真的是无可挑剔 有位车评人说的特别好 他说堆料不一定是调教的好 但它一定能提高车辆性能的下限 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L22智能驾驶这一块对于一台新能源车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配置 这台2022款的味界L22系统 确实是它的一个软肋 它是搭载了一台博士的一款智能驾驶系统 仅可以在高速功能上完成一些初级的巡航定速 车道距中保持 车道偏离预警 智能跟车机主动刹车这些基本动作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它的软肋不单单体现在它的软件系统算力上 同样硬件也是差了一截 这就让高速上智能驾驶体验极差 如果你把驾驶权限交给它 基本一分钟之内 系统就会频繁的提醒你接管车辆 否则智能驾驶就会在几次提醒后自动退出 而且方向的掌握 打轮跟新手司机一样 一点自信都没有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套智能驾驶系统 也就是处于同行业中中下游水平 但是让我们高兴的是 最新发布的问界高阶自驾版智能驾驶系统 已经搭载了华为全新的ADS2.0计算平台 据说这套系统对行驶的感知算法大大增强 并能够极大限度的减少对城市高径地图的以来 就是说它可以通过无图方案 来实现复杂的城市路况自动驾驶功能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越来越多的城市 使用NOA来服装驾驶了 但是你要使用这套城市领航辅助软件服务 是需要加钱的哦 这个高阶包买段是3.6万 如果觉得不合适呢 它还有选择包年包月的这两种方案 让我们这些老车种真的心碎 拆开几个月就被淘汰了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能耗 油电续航官方的数据 WLTC的工况 存电是180公里 满油满电1015公里 实际测试统计如下 高速路况 室外温度 零下45到零上10度这个区间 燃油优先这个模式 平均时速100公里电耗 2.5到3度 油耗7.5左右 平均时速110公里 电耗3到4度 油耗是8.5左右 平均时速120公里以上 电耗油耗逐渐增高 平均油耗10层左右 甚至更高 结论 增城市汽车 在沿油优先高速行驶模式下 油耗较高 但如果跟相同的动力的燃油车对比 还是省油的 M5的动力完全能达到一台V8发动机的水平 你说V8是不是很费油呢 室内综合路况 室外温度在零下15到零上10度区间 纯电模式 车内暖风开启的状态下 平均时速40公里的电耗 26度左右 暖风关闭状态 21度左右 换成燃油优先模式 车内暖风开启状态 平均时速40公里油耗 7到8省 暖风关闭状态下 油耗是6.5到7省 室外温度10到25度这个区间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春季了 纯电模式 车内暖风开启状态 平均时速40公里 电耗23到24度 暖风关闭的状态下 它就降到了19度左右 燃油优先的模式 车内暖风开启状态 平均时速40公里 油耗7到7.5省 暖风关闭状态 油耗6.5省左右 结论 增程式电车在室内路况行驶 还是挺省有省电的 如果你开车比较服务器 那就更省电了 但是在高速上 这个高速行驶 油耗电耗就比较高了 由于电池保护系统的设定原因 电量低于20% 增程式机自动启动 所以这台40千瓦时的电池 实际可用电量 仅有32度 沈阳冬季开启暖风模式下 在四区路况可行驶90公里左右 春季可行驶115公里左右 估计下次夏季也差不多 电车冬天开暖风确实很费电 每百公里 就是这个暖风这块就要五六度电 这个数字还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2023款的新街自驾版已经换装尝试了 升级后的问界 虽然在产品力上得到了很大提升 但售价也有了相应幅度的上涨 再加上城市新街软件包的有偿使用 问界能否在销量上再次杀回前几名 我们拱手期待吧 但作为问界车主 说实话 肯定是希望在华为的技术加持下越来越好 毕竟消费者对待新能源车 未来的趋势认知和判断能力也越来越强 尤其在今年这个暗潮汹涌的新能源车 大起排阶段 特斯拉都在以降价换销量 问界又有什么资本呢 所以在产品力提高的基础上 尽快提高市场份额才是最佳选项 大家说对吗 同意的弹幕请扣一 总结一下 通过这三个月的实际使用 个人觉得问界M这台车还是有一些干货的 比如整车61%的军工高级缸 华为鸿蒙3智能座舱车机系统 还有这套很牛逼的全力车机底盘悬挂系统 这些都处于同级别的前列水平 但为什么最近的销量急剧下滑呢 个人感觉它的属性定位有一些模糊 你说它是性能车吧 它还掺杂着一些舒适性的元素 你要讲家用舒适性吧 它的空间又不够大 两全其美真的很难啊 或者说你的价格便宜也行 比如说你在官方报价的基础上 全系在降它四五万 有句话说的好 没有卖不出去的车 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 说的特别有道理 比如春节后的雪铁龙C6领跑 降价后立刻销量大增 而且早降晚降都是降 那就不如早降 但就车本身来说 M5绝对是一台用料扎实 开着很爽很透的车 以上就是这三个月实价分教M5的 全部感觉和心得 希望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还觉得不错的话 请大家一键三连支持一波 我是一哥 下期再见 哦对了 有些朋友经常问我 今年电车到底能不能买呢 是不是在等等 那么我告诉你 放在去年年底 我都在说不建议你买 但今年 所有品牌都在降价雪品 那么看好机会 选好品牌 该出手就出手吧 毕竟招卖招享受 那你可能又问了 选什么品牌呢 我告诉你 销量排行榜持续靠前的 或者说你感觉产品力 品牌力有后劲的 准备数 而且一旦你习惯了电车 你真的会爱上它 不信 你试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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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